大家好 我是王準 歡迎收看古海弘揚 今天的家圈股價指數盤中上漲20點 今天的盤是因為期貨所結算所帶動的 但是該漲而未漲的盤 大家一定要特別的注意跟小心 操作股票三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你要判斷整個趨勢 第二個你要擬定你的策略 第三個才是選擇你的股票 最重要的是什麼 趨勢的判斷 所以我們為什麼每次都要跟大家先解個大盤呢 不是叫大家 不是帶著大家去做期貨玩指數不是的 而是告訴大家說 現在整個大環境的方向在哪邊 我們要怎麼從大環境的方向呢 來預告來找到未來資金的動向跟流向 所以在6月份的時候 6月27號我們就已經跟大家講說 這個盤會過高背離 所以背離乃圍超盤手支最大景緒 尤其是K值已經來到高檔的時候 他會做一個拉回吧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指數是不是開始做拉回 甚至還多了一個跳空缺口 但是這個跳空缺口 我說如果主力要出貨 他絕對不會用跳空來做出貨 但是因為有缺口存在 他就會做一個亮縮 整理等待最後的打底嘛 一直到7月10號的時候 跟大家講說盛極而摔要脾極太難 大盤準備要動了 所以個股會輪動的更快嘛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 告訴大家現在整個行情的方向在哪邊 整個趨勢的走向在哪邊 我們告訴你要放空 沒有 因為現在趨勢就不是一個 叫你去放空的盤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在拉回整理的過程之中 很多的很多的 融券開始在做增加了 這也是造成現在台北股票市場 跌不下去的原因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整個新台幣呢 也受惠到這一波上漲開始漲起來了 這些都是熱錢回來的跡象喔 熱錢回來的跡象喔 那錢再進來的時候 你需要害怕嗎 不需要害怕 但是呢 不是每一檔股票你都要死報活報 昨天跟大家講過喔 貴買指數啊 他已經突破了壓力 突破了月線壓力第一個 突破了頸線的壓力第二個 但是你突破的壓力越大怎麼樣 既然已經突破壓力 他就會再回撤做一次支撐 所以短線上面你要留意喔 一些中小型個股啊 該賣的時候 你要先出一趟獲利了結 因為科斯托蘭你德國股神 科斯托蘭你曾經講過一句 非常重要的話 1加1等於5減3 你們去思考一下 什麼叫1加1等於5減3 一個非常簡單的數學 他卻潛藏了非常非常重要的邏輯 而且因為這個邏輯 讓科斯托蘭你成為德國最有錢的股神 所以呢操作是不是他有一套公式的存在 那貴買指數突破壓力之後他要回撤支撐 那你在拉回整理的過程之中 你要小心買點在哪邊 就是在回撤月線的時候嘛 那你也看 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喔 貴買指數是不是創高之後 開始收了一根什麼 長黑棒 壓力出來了 這個壓力是好的 壓力使人成長 壓力會使股票大漲啊 當你的壓力開始慢慢的被消耗完了之後 才會有真正主流的出現嘛 金色理論告訴我們的啊 趨勢是哪邊 趨勢怎麼走 股票怎麼選 市場的心裡面他要怎麼抓 所以洪流戰法他告訴我們的 不單單只是股票的操作而已 他告訴我們是整個趨勢的方向 跟市場的心裡面 他會造成整個台北股票市場 哪一些類股的漲跌 每一個環節都很重要 尤其在股市金流圖裡面 選股裡面啊 你能夠選到好的股票 你能夠選到有錢再買的股票 相對來講 你也會 就算遇到真的環境不好的時候 大環境不好的時候 他也會相對抗跌 因為今天誰套了 誰就要負責解套 可是相對來講 你去買什麼 買這種的啊 你還記得嗎 這裡告訴你 他背離啊 這裡告訴你 你不要去追 因為很多人超愛買這種 腰斬的股票 然後一直到這邊 我還是跟你講說 他最多最多就是怎樣 就是盤整而已啊 但是很多人不信邪 即使他今天漲停板 我還是要告訴你 這種股票千萬不要去做 因為1300多檔股票 你不要去選擇那種 覺得他跌很多 但是還有很多可以跌的股票 金流圖都已經跟我們講了 你就跟著金流去做嘛 各位買電子零組件啊 既然有資金在做進場佈局 那這些股票是什麼 抓出來啊 那我記得 我有跟大家講過嘛 九豪是不是先創新高了 我們這裡也做過一趟啊 台藥也做過一趟啊 現在換誰 換日亞 所以個股 類股他會輪動 個股他會輪漲 只要有資金在買的股票 早漲晚漲他都得漲嘛 所以我們在7月12號的時候 19.7元就叫大家去買什麼 6208日揚啊 19.6元全部可以成交嘛 有量給我們買耶 17號昨天已經創高 獲利ING10%了嘛 有很長的時間嗎 5天而已耶 但是風險跟利潤之間的考量 你不覺得這種股票相對安全很多嗎 如果你把換算成年化報酬率的時候 他幾乎高達600個%耶 但是我們今天把它除掉 我沒有出在最高點 但是我們已經把它除清了 獲利的幅度絕對高於昨天 既然我知道整個大方向 整個貴買指數他必須要做一個回測 那相對來講我就必須要怎樣 帶著會員先跑一趟啊 不是死報活報不是 不是一直抱著股票不放 1加1等於5減3啊 1加1等於5減3 同學你們了解嗎 聖兵是先求勝而後求戰 敗兵才是先求戰而後求勝嘛 所以我們是要帶著人家去打仗 我們要帶著我們會員 在這個非常閒阻的環境裡面 跟一群 跟一群懂得控制媒體的人來作戰 那你要怎麼打 你要怎麼打 你一定要武器啊 而不是靠什麼 靠想像力嗎 天哪有callin的事情 還記得我們怎麼操作值得了嗎 1597的值得 當他出現量佔比從200來到20的時候 誒 有量囉 這一堆的這一邊買的人 投資人 甚至說我說他們是大戶好了 管他是什麼 但是他已經 輕鬆的把量佔比從200來到20 市場有量 拉回的時候是無量的情況下 過高他是一個機會嘛 所以我們在55.6元買進啊 55.4元會員都可以成交嘛 當天直接亮燈漲停板 隔天再創一個波段新高 我要的不只是這樣而已啊 量縮 價漲的量增 配合價跌的量縮 所以這個趨勢還會延續 而且 他剛突破月線而已 你要操作沒有那麼短 波段你要怎麼做 7月13號的時候 繼續再創新高 7月17號 波段獲利已經來到12% 也不過才5天的時間而已耶 但是我們昨天 出掉了 出掉了 60塊錢出清 60.3元全部成交 為什麼會賣他 一樣啊 突破壓力之後 我會再回撤支撐嘛 難道我要死報活報嗎 當我的指標轉成 他要出現拉回訊號的時候 你難道就不能做一趟短線的獲利嗎 今天再來看 賣點是不是很漂亮 但是我會不會再進場 有訊號出現的時候 就跟著訊號來做嘛 所以操作要有公式 要有方法 勝兵是先求勝 而後求戰 敗兵才是先求戰而後求勝 今天你買的股票 買進去了 你都有一套的操作邏輯跟想法 所以貴買指數 他準備要回撤的時候 其實我們出了很多很多 獲利了結 我們很多的股票 都已經獲利了結 然後去等待什麼 下一次機會的來臨 我不希望說 各位同學 你們因為行情很好 然後開始追股票 然後追到高檔 但是其實最好的股票 我們手上永遠都有一堆 很好的股票 但是我們不會去追股票 我們最重要的是 去賣什麼 拉回的時候嘛 所以現在已經是一個 打團體戰的時代了 你千萬不要再孤軍奮戰了 讓我們成為您登峰的祥島 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古海弘揚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